附属中学的张萍萍老师 今天我们继续来学习白羊礼赞 1943年 毛顿编选了一部散文集 名字便叫白羊礼赞 可见作者自己也颇为看重这篇文章 他在序言中解释道 题名为白羊礼赞 则应立须择一篇为书名 而同时亦以自制五年漫游中所得最深刻之印象罢了 也就是说 毛顿把它对西北最深刻的感情都凝结在这篇散文中了 这节课我们有以下三个学习任务 一 了解写作背景 解读文章弦外之音 任务二 分析象征手法 把握脱物研制散文特点 三 通过比较阅读 学习运用象征手法 我们先来看第一个学习任务 有的同学认为白羊礼赞过于直接直白 文章第七段已经明确写出白羊树的象征体了 真的如此吗 这需要我们走进作品的写作背景 走进那个时代去理解文章的主题 课前任务单中要求同学们阅读链接材料 结合课文深入解读白羊树的象征意义 我们先来回顾一下这几则材料 第一则材料是毛顿写作白羊礼赞那个时期的行踪 1939年毛顿因杜崇远的邀请到新疆学院任教 这一年年底杜崇远被新疆都办顺势采软禁 毛顿借奔姆桑之名 于1940年4月逃离新疆前往西安 5月中旬在西安 他遇见了朱德和周恩来 后全家随着朱德同去延安 在延安参观访问近5个月 他看到了解放区居民朴实正直的品质 还有艰苦抗战的顽强斗争的精神 深受鼓舞 同年10月 在周恩来的邀请之下 他前往重庆 担任文化工作委员会常务委员 目的是发挥作家的作用 用笔来战斗 主要工作是边刊物 扩大进步文艺的影响 团结和教育群众 20世纪40年代初 抗日战争处于相持阶段 国民党反动派消极抗日 积极反共 而共产党的敌后抗日根据地 逐渐壮大 积极抗日 1940年10月 发生了湾南事变 这打乱了矛盾 原来的工作与生活 他因为刚从延安来 目标太大 需要暂时躲避 在周恩来的建议和安排下 矛盾准备前往香港 开辟一个新的阵线 1941年初 临去香港之前 矛盾得以有一段时间 继续创作他的建文路 他说 也许是这些材料酝酿已久 提起笔 文思及汹涌而来 一口气写了六篇 白羊里赞 就是其中的一篇 我们再来看材料二 矛盾在回忆录中记录了当时 重庆文化出版工作的困难 他写道 现在的图书审查制度 也比上海那时厉害了 现在的审查老爷 从白纸上也能秀出 一档的气味来 材料三 矛盾自述自己在写风景谈的时候 是把政治寓于风景之中 他说自己曾担心图书审查会的老爷们通不过 谁料居然全文登出来了 董老读了文章之后 笑着对他说 你写得很好 国民党审查官低能的很 你谈风景 他们就没有办法了 材料四 是矛盾风景谈的节选 在这里 蓝天明月 秃顶的山 单调的黄土 浅赖的水 似乎都是最恰当不过的背景 无可更换 自然是伟大的 人类是伟大的 然而充满了崇高精神的人类的活动 乃是伟大中之尤其伟大者 材料五 针对国统区的文艺论争 矛盾认为 由于文艺的群众对象大大的开拓了 中国作家所必须反映的文艺内容 应该是抗战的现实 抗战的现实 是中国人民大众的觉醒怒吼 血淋淋的斗争生活 他认为这才是中心轴 一切依此轴而旋转 阅读完这些连接材料 同学们有什么新的发现 有的同学发现 白羊里赞并非取材于一地或一时 是矛盾在西北高原走了一趟以后 在重庆写的 解放以前 西北是蛮荒之地 自然条件恶劣 人民生气困顿 文化上就更不用说了 总之 在当时国人的心中 那你断不是民族希望的所在 然而 抗战风烟燃起 风物繁华的东南 很快落入敌手 山河破碎 满目疮痍 广袤的西北 却活跃着一股力量 那就是共产党领导的武装根基地 矛盾生于浙江 长于浙江 果而西北之行 带给矛盾的是 风物的新奇 也是新的生活方式的冲击和震撼 有的同学发现 矛盾一直提倡 中国作家要反映抗战的现实 抗战是中国历史的转折点 同时也是中国 现代文化的转折点 由于抗日战争的激发 民族就往热情空前高涨 普通民众蕴含的巨大力量得以彰显 知识分子也开始走出书斋 观察中国的现实生活 进而重新理解中国乃至世界体系 一些知识分子开始重新思考 中国文化的生命力和中国的未来 有的同学发现 当时的重庆没有言论自由 矛盾写作风景谈 写延安的风景时 是把政治溢于风景之中 完美地避过了国民党的审查 科文的第七段 看似明确写出了白杨树的象征体 其实并未严禁 当时国统区对言论的控制十分严格 作者不便直接写出他要歌颂的对象 和风景台一样 他只能借警务来写政治 他真正想要礼赞的 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根据地人民 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 因此作者选择西北高原 这一雄伟的景象 说明他所占的是特定地方的白杨 是共产党领导下的闪干宁边区所在地 西北高原这一特定土壤孕育出来的白杨 含蓄而深刻地达到了意境美 所以矛盾赞扬的白杨 说的其实是人 议论的是实证 达到了形象与哲理的统一 从而白杨理赞成为一篇战斗性强烈的抒情散文 我们来回归课文 看一看课文是怎样遇政治与风景的 第二个时期任务是分析象征手法 把握托物研制散文特点 课文在写作上最大的特点是托物研制 托物研制在本文的具体体现 就是象征手法的运用 什么是象征呢 象征是脱异余物 通过某一特定的具体形象 来表现抽象的事物或思想感情 作者往往借助于联想和想象 把两种具有相似特点的事物联系起来 以其中一种事物为象征体 表达出与另一种事物有关的某种意思 也就是象征意 正如毛顿在新中国成立后解释此文时所说 把真人真地用象征手法来描写 此处的真人主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 奋战在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北方军民 这里的真地主要指的是中国共产党首脑所在地 陕北延安 从地理位置上来说 延安正好属于黄土高原 这正是文章所写白杨树的生长环境 在文艺创作中 象征手法往往是和比喻手法融合在一起的 但二者又有区别 比喻可以用于表示任何事物的形状 而象征只用于表示有关人类的品质或性质 而且也都是从本质特征上来考虑 比喻就是把白杨作为玉体去比附另一种东西 比如白杨像长矛 本体是白杨 玉体是长矛 二者并存 而把白杨直接说成哨兵 是暗语 暗语如果表现的是一种比较深刻的理念思想 那就变成了象征 也就是说 一般的比喻 其玉体在全篇文章中不占主要地位 它并不是文章的主要题材 如果这类玉体在文章中占了主要地位 那就成为象征体了 这种手法就成为象征手法 这是一个重要的区别标志 象征和拟人的相同点 是都把事物人格化 但象征打到用在利益上 而拟人则用在语句的表现上 是为了写的生动形象 总的来说 象征是一种写作手法 是就整个篇章而言的 拟人和比喻是修辞方法 是就个别语言来说的 只表现在具体的句子中 那么我们如何去读懂文章的象征意呢 除了了解时代背景 我们还要关注关键词句 最重要的句子 自然是课文第七段的四个反问排比句了 作者用对抗西北风 不折不挠参天耸立的白杨树 象征了伟安正直平凡温和 而又严肃的北方农民的气质 象征了我国民族解放斗争中 不可缺少的普制坚强力求上进的精神 象征了在华北平原总横决道 用写写出新中国历史的意志 这些属性并非白杨所固有 是作者感情外设的结果 除了直接点出象征意的句子 我们还要关注一些关键词和短语 必非语说 在我阅读经典的时候 我甚至连一个词一个字都不愿意放过 作为一个写作的人 我知道字和词的意义 它意义重大 它是一个作家的终极 它也许就是本质 在许多时候 你把字和词错过了 你就把整个作品错过了 甚至于你把这个作家就错过了 在赞美白杨树的话语中 有一个关键词不能忽略 那就是支支页页靠近团结 我们再联系一下课文第五段中的 一律向上 而且紧紧靠拢 我们可以发现 这都带有当时政治话语的暗示 坚持团结 反对分裂 是中国共产党 针对国民党摩擦政策提出的路线方针 如果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我们可能就不能理解矛盾在最后一段的一个关键词 顽固 这是当年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右派的一个称呼 因为当时还处于国共统一战线之中 这样的称呼是比较委婉的 后来抗战胜利 解放战争爆发 就不叫顽固派了 而叫国民党反动派 以区别于国民党革命派 第三个关键词是写到南木的时候 特意在南木后面加了一个括号 对南木进行了说明性评价的 那也是直挺秀奇的 这个词不可轻视 矛盾这样做就是有意在向广大读者暗示 南木象征的国民党反动派 实际上是外强中干 也就是表面光鲜 实则腐朽 也可以说是金语其外 败序其中 两相对比 突出赞美了白杨树 及其所代表的精神和品格 再次回顾全文 我们可以发现 偷物研制的散文 往往借某一具体事物 来寄托作者的情感 表达作者的思考 因此 这一类散文 首先要细致描绘这个事物 突出其在某些方面的特征 为赋予它特定的象征意义 做好准备 例如 柯文浓墨重彩地描绘了白杨树的生长环境 和白杨树的外形 从外形色彩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icky 有哪些相同点呢? 爱莲说,从出淤泥而不染起,以浓墨重彩描绘了莲的气度、风节,寄予了作者对理想人格的肯定和追求,也反映出作者鄙气贪图富贵、追名逐利的世俗心理,和自己追求洁身自好的美好情操。 我们可以发现,这三篇文章的共同特点是,小题大作,托物寄情,情理结合。 一个事物是否具有象征意义,一方面在于它是否已经积淀了某些比较固定的意义,例如出淤泥而不染的莲花,梅兰竹菊四君子等等。 另一方面,是每个人在观察事物时赋予这个事物特定的含义。 课文中,白羊树的生长环境、外形是客观存在,它矛盾将自己的情感寄予其中,赋予它伟爱、质朴、坚强等品质。 旧式的白羊树具有了独特的象征意义。 象征是一种写作技巧,那么我们在写作中如何去运用象征手法呢? 第一,要仔细观察事物,描摹事物。 如果没有对事物的充分描摹,象征之意将成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 第二,要寻找象征物和象征对象的共通点,寻找它们在特征上的共同之处。 可观的来讲,白羊树是植物中的一种,也是比较常见的,但是它的挺拔向上又极其频繁的特点,与党领导下的抗日居民的形象非常相似。 作者把歌颂党、歌颂抗日居民这一鲜明的政治观点和赤热的情感全部倾注在白羊树上。 这里,作者用白羊树这一象征物,实现了形象的、含蓄的、有艺术魅力的表达。 事物的象征意义不是强加的、外在的,而是事物的客观特征和人的主观情感的有机融合。 这样写才能够引起读者的共鸣。 第三,要有自己的独特发现和审美。 不要落于俗套,人云亦云,要写出你的审美价值中的独特事物。 譬如说,白羊树的笔直的干,笔直的知,在喜爱繁衍多姿者的眼里也许是一种缺陷, 但在矛盾的眼中却体现着努力向上,不折不挠的美德。 这就是所谓物皆着我之色彩。 这就是所谓一切景语皆情语。 一种客观物象在不同的审美价值系统中被赋予不同的含义。 这种含义的独特、广阔、深刻程度决定了你文字品味的高和下。 第四,要借鉴写作技巧增强文章的表现力。 例如,白羊里赞中,抛开了白羊树,开始写广阔的高原,去描绘高原的雄壮与伟大,之后文笔一转。 指出高原看久了,却显得单调,让人有厌倦的情绪。 进而为赞美白羊树做了铺垫,这是哄托手法。 赞美白羊树的挺拔,先说环境的单调,欣赏白羊树的伟岸、正直、朴质、严肃,却先说它不美,这是欲扬鲜意的手法。 还有按年说中的对比,周敦仪通过对菊、牡丹、莲三种花的品格的描写,以牡丹做反衬,以菊花做陪衬,就自然而然树立了莲花的美好形象。 做到这四点,相信同学们就能够很好地运用象征手法进行片段写作了。 矛盾早在1933年就曾说过,特殊的时代往往产生特殊的文体。 作者以赞赏的眼光看待西北的自然景观,联系当时抗日斗争的背景,展示西北高原、白羊树独特的生存环境。 在描写白羊树外在形貌及内在气质的基础之上,自然而然地赋予白羊树以鲜明时代特征的象征意义。 白羊礼赞是西北游记的代表。 抗战时期,西北文学代表着共产党领导下的军民合作的坚强抗日力量,是一股激昂的时代气流。 他的发表亦改中国传统抗情散文内向的柔和的审美趣味。 可文也是脱物研制的经典名片。 矛盾用白羊这个意象表达出高昂的、铿锵有力的抗情姿态,对中国以后的抗情散文具有重要影响。 玉达夫说,矛盾是早就从事写作的人,围棋越是深了,所以行文美不忘社会。 他的观察的周到分析得清楚,是现代散文中最有实用的一种写法。 他说,中国若要社会进步,若要使文章和现实生活发生关系,则像矛盾那样的散文作家多一个好一个。 否则清谈误国,此章极盛,国势未免要趋于衰退。 玉达夫的分析,无疑是对矛盾散文最准确的评价。 白羊树,何尝不是矛盾自身的写照? 挺拔,伟岸,正直,倔强,联系群众奋发向上,针针铁骨,耿耿中长。 矛盾从为人生到为革命,自觉地用笔为人民为革命写作。 他以子叶,邻家铺子等不朽著作,反映了时代面貌,树立了一块又一块时代的封碑。 今天,我们重读这篇撒文,复经,追悉。 正是在中国共产党人的领导下,我们获得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胜利,迎来了新中国。 同学们应该学习陕甘宁边区,抗日居民,正直,朴治,团结向上,坚强不屈的革命品质。 在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历程中,大家也应该像白羊树一样,质朴,坚强,顽强奋斗,去建设祖国,保卫祖国。 今天的课就到这里,同学们再见。